香港狀況一個收費庭 據了解當時收費庭裏面沒有人 長正司司長陳茂波說 政府有決心解決住屋問題 但是社會對開發土地特成共識後 就不要再阻撓 陳茂波出席一個經濟論壇的時候說 本港今年經濟開局良好 外貿增長以及內需穩健 訪港旅客數字回升 有望延續去年向好的勢求 但是也都需要留意風險 全球的貨幣環境會變得越來越複雜 國際資金流向會怎樣走 速度有些快 近這幾個月股市那麼旺 也都見到有些錢流入 所以未來的資金流向是我們要關注的 陳茂波說 政府有決心解決住屋問題 會增加資助房屋供應 但是需要全社會配合 很慘愧地說我做了四年半發展局局長 拼命都好 我只能夠解決到從私人住宅樓宇 土地供應的量由不足去達到目標 更改土地用途 開發土地 不同做法都有爭議 沒有問題 但是拿出來拼 拼完就要做 還有拼完做的時候 希望整個社會支持他做 就不要再以不同的方式去阻擾那樣東西 如果不是受害的都是市民 發展創新科技方面 陳茂波說 理解業界有意見認為 政府推出的科技券成效欠佳 會在下個月發表的財政預算案 研究拆長鬆綁措施 無線電視機者陳兆恆報導 美國參議院投票表決聯邦政府臨時撥款法案 相信未能取得足夠票數通過 意味聯邦政府當地星期五五夜 即是本港時間下午1點後 可能不確保暫停運作 白宮說已經為聯邦政府暫停運作做好準備 在聯邦政府暫停運作死線之前 參議院當地星期五晚 表決聯邦政府臨時撥款議案 相信未能取得門檻所需60票支持 延長運作四個星期 令聯邦政府面臨星期六起暫停運作 撥款法案星期四在眾議院通過 但是參議院就阻撓重蟲 民主黨不滿總統特朗普計劃廢除追夢者政策 遣返非法移民兒童 於是將這一次撥款和追夢者政策捆綁 企圖向特朗普施壓撤銷廢除有關政策 多個民主黨議員在議案表決之前 在國會山莊集會 表明不會支持臨時撥款 如果他們提供一個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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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在參議院表決之前 在白宮和參議院民主黨領受書麥會面 企圖指示有機會爭取支持 但是雙方會面之後仍有分歧 如果聯邦政府暫停運作 不少公務員會被迫放無薪假 部分名勝估績和國家公園暫停開放 護照更新手續也會延遲 不過負責國防和公眾安全等人員 例如軍人和警察就繼續上班 但是部分人可能沒有輪出 白宮說雖然不希望聯邦政府運作暫停 但是已經做好準備應對 對上一次政府暫停運作 是在2013年10月歷時超過兩個星期 超過80萬個聯邦職員被迫優假 無線電視記者戴浩恩報導 美國新一份國防戰力報告 將應對中國和俄羅斯列為國家安全首要任務 認為華府有需要增撥資源為戰爭做好準備 中國駐美事館發言人回應說 中國積極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而不是曾求全球霸權 美國國防部當地星期五公佈 新一份國防戰略報告的十一頁文件 表明應對中國和俄羅斯 成為國家安全的首要任務 說來自中國的競爭威脅美國在全球的軍事優勢 文件反映華府持續憂慮中國在南海的軍事建設 在全球擴展政治和經濟影響力的舉動 歡迎捐贈登記名冊 登記成為捐贈者 登記了要將你的意願告訴家人 不知道 科爾比形容 他的軍事舉動比中國更加明目張膽 華府關注俄方具侵略性的做法 包括俄羅斯吞併克利米亞 軍事介入敘利亞戰鬥協助總統巴薩爾 以及干預2016年美國大選等 報告認為華府有需要增撥資源 提高軍事攻擊能力為戰爭做好準備 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強調 美國會繼續採取行動打擊恐怖分子 但大國之間的競爭取代恐怖主義 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策略的核心 新國防戰略報告也將北韓 列為國家安全首要任務 代表有需要提升美國的導彈防禦能力 始終換老子冷戰思維和靈和博弈 他們看到的世界絕定是充滿戰爭和對抗 希望美方客觀理性地看待中美關係 和中方雙向而行 維護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無線的自己者 李卓軒 美國流感繼續肆虐 因為流感而死亡的小朋友增加到30人 有研究發現流感病毒有機會 單靠患者呼吸傳播 不如患者就算沒有吸收徵狀 亦都應該盡量留在家裡 流感疫情肆虐美國多個州份 未見緩和跡象 有媽媽知道女兒發高燒之後非常擔心 嚇唬我因為我看到恐怖的故事 所以當媽媽 你覺得是最壞的 所以我希望不會 家長這麼顧慮 是因為今次疫情已經奪去多名兒童的性命 數字是去年同期的六倍 染病個案大增亦都增加醫院負荷 除了部分非緊急手術要改期 醫生也要以手機視像功能認診 有醫院更加在停車場設置帳幕接收病人 外界一般認為 咳嗽、打痴以及與患者近距離聊天 是流感傳染途徑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入職一份最新研究報告 指出患者只要呼吸都有可能散播病毒 馬里蘭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對近200名流感患者進行研究 發現即使病人沒有咳嗽或者打嗑 研究團隊仍然在病人附近的空氣 偵測到流感病毒 團隊解釋病人呼氣時會呼出大有病毒的粒子 較大的粒子通常會直接落在附近的物件上 較微細的粒子就會停留在空氣中幾分鐘至幾個小時不等 團隊認為今次研究可以提醒病人 即使沒有咳嗽症狀也有機會把病毒散播給其他人 呼籲一旦病了便應該重量留在家裡 無線電視機者李卓軒 看回環球飯全賽的賽事 代表本港出戰的船隊創下歷史 首先在凌晨抵達維多利亞港 成為第四賽段的冠軍 七轄中飯桶闖入維多利亞港 直翼船名而已 絕非只這班隊員 這支代表本港的船隊 在七支隊伍之中率先到港 創下歷史 沖善一刻很興奮 第四賽段全程5600海里 月初由澳洲墨爾本起航 日前去到菲律賓附近海域 他們在最後475海里成功保住優勢 贏第二的船隊近三個小時 成為首支香港船隊奪得分站冠軍 岸上氣氛同樣熱烈 岸上氣氛同樣熱烈 最後看天氣方面 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 今晚多環 吹黃門東至東北風 風制間中清淨 1點鐘氣溫在21度 相對濕度67%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一般監測站是低至中 路邊監測站是中 紫外線指數是6 強度屬於高 新聞報道完了 再為